国道1号上车子撞成一团 就在23号中午前进12点左右 发生5车连环撞的事故 现场是在国道1号南下243公里处的云林路段 在内线车道多部车辆已经被撞毁 现场传出有人受困在车内 警消抵达现场 进行救出卡在车内的男子 事故起因为一台小货车驾驶 疑似未注意到车前的状况 追撞一台小货车 并造成后续三部车追撞 其中一名驾驶绞受伤 列阳下车子毁损 其他车上的乘客只能拿着伞 在一旁等待 现场的残骸散落一地 拖吊车也在场协助将车子遗致 共5部车事故 其中A车乘客右脚挫伤 现场各车驾驶人 9车值均为0 所有人经过此路段 都特意往右边绕开 其中黑色小货车车头 被撞到转了180度 车尾严重A车 索性整起事故 只有一人的脚步受伤 详细的事故原因 警方还要再厘清